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,终由于新建第三天然气接收战引发破坏藻礁生态疑律,欢团对此以多次抗议,甚至发动国际联署,今更带着4300封首解信到总统府前,请总统当当藻礁,并要求接收战役地建战,维护世界珍宝藻礁。 政府目标2025年飞和家园、绿能、天然气发电比例增加,被设定为供电主力的大潭电厂,终由规划建造第三天然气接收战,但因大潭当地有珍贵藻礁及一级宝玉柴山多杯孔珊瑚,陷入环境保护争议。 桃园在地联盟理事长潘中正说,4300多张明信片大多数都来自年轻学子,最早是从台北大学的生态通试课上,学生因认识到接收战对藻礁的危害所撰写的心情,后来联盟也在脸书发起这项活动,短短一个月就累积这么多。 潘中正表示,终由提替代方案就是要回避藻礁和一级宝玉类动物柴山多杯孔珊瑚7的,这已证明藻礁需要被保护,而终由虽申请天海造地,但新方案都没有科学数据,终由应该立刻进行精确的调查,否则应该一地建战。 台湾满野新族生态协会律师蔡亚银说,终由云只替代方案的离岸码头,聚早教生态系野生动物保护区约警衣。 5公里该处天海造的显微反规范施工过程若为海柴山多杯孔珊瑚,仍会有野保法的刑则问题。